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我是老远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现在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4万美金附近 然后比特币这两天的话 来回进行一个盛夏 进行一个来回插战的一个情况 但是的话 它整体的一个行情 还在我们的一个掌控之中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来看一下 之前比特币一路的是从这个6万9美金附近 一路的向下跌 跌到一个3万2附近 对不对 3万2附近需要出现反弹 那么这一波 做多上来 然后赚到这一波的一个4万多美金的位置 是吧 一路的去做多上来 这一段是完美迟到的 就像我们家的位置做多上来的吧 随后它的位置下跌并没有去做多 做空 然后在这个位置 跌到这个位置以后 4万5美金之后 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空投下来 那么这一段 又是抓出了一波空投下来的 随后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在这个位置之后 反弹 刚开始反弹并没有去抓住 是吧 然后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38,800 又是做了一波多投下来的 然后随后进行一个多次的 那么这一波空投下来 还是没有去抓住的 有一条是 没有去抓住 有一条太快了 这一波的反弹 但是 这一波的一个多投 我们是抓住这一波的多投的 是吧 在这个38,800 又做了一波多投下来 那么在这个位置又挤 我们一波到这个40,000多 41,000多美金之后 我们一波 那么最高位置反弹到一个40,000多美金之后 那么现在这一波的一个阴线下来之后 然后出现一个反超 那么这一波反超 是否会形成下一个高点 就突破我们之前的一个44,500的阴线过去 那么 我们从一线级别来看 一线级别来看的话 它整体的话 还是属于一个在一个震荡向上的一场中 所以它没有跌破 我们下方这条 红色的智商口 我们研究 把这个上展的行情 还是要放在我们的一个大方向里面 只要它跌破这个下方的3.6 才考虑去选择一部空投档行情 那目前的话 为什么说这样的行情 它其实都可能出现一个团转型的信号 然而这两边的话 是口中来的一个画门的情况 这一段 是一个典型的画门的一个信号 所以有一个门的感觉 反弹之后快速进行回场 然后回到机场的一个低位 然后一个头肩的形态 头肩的形态 但是的话 它在这个位置并没有去跌破了以后 它并没有去再去二次去 再去试探是吧 并没有去再去去跌穿这个位置 像是低层下方的这个自身还是比较强硬 锁锁我们的卡 我们在下方的这个位置 是做了一部空投档行 目前的话还在盈利当中 有1000点的一个盈利 对吧 这一波反正到一个四手机 不能在中国的位置 我们有机会能够去再去去突破啊 之前的一个什么位置 之前呢 我们不能在上轨的位置输输 短期之内的话 如果它继续上档的话 我们会去观察这个水平 来示范2000多米的这个水平 希望以太坊有没有一些操作的机会 我们要去看出来啊 那目前之前我们说过了以太坊的话 如果没有突破我们这条下降的趋势线的话 仍旧是要保持一个空投的一个行情 那么这一段它把它在这样的位置 是后时候就空下来 那么这一段也是有不错的有力空间 最低的位置是到达了一个2524美金的那些时候 出现反弹 那么目前的话有反弹力保护点击的行情 那么上发那个主力 肯定是在这个2750美金的 这样的位置2730美金这样的一个水平 突破这个位置继续去持有一个多桃是吧 你知道但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先把这个多桃先移 如果这个位置突破的话继续去跑回去 继续去拖它没有太大问题是吧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 肯定是在一个30美金附近的一个水平 那么如果它这个位置没有跌破的话 没有冲破 那么你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进行做空的吧 这位置没有占门 然后在这个位置进行做空 那么下方的话也是有200点 有个力量空间 有个60个跌幅预计的话 引力空间还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的话以太坊那个行情的话 我们等待大家突破这条白色的主力 去运行到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运行到继续向它跌的话 要关注下方的一个2400这个水平 2445亿金的这个位水平的话 一定要去关注 跌破的位置继续考虑 开空就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现在的行情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去做啊 大家去跟随狼眼的一个思路去做就行了 没有太大问题 好 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 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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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